在去年2020年8月時 我對保齡球國手發起了挑戰 當時未為憑藉著我引以為傲的激勵與體能 轉換到保齡球上 能讓國手陷入苦戰 事實上在比對玩國手的高轉速大角度曲球 以及我那殘破不堪的直球後 當下我立馬敗他為師 尋求那不可思議的進球角度 在導師一次次不厭其煩的教導下 從一步步調整步伐到出手的流暢度 再到手腕的運用 如今的我終於也能打出那夢寐以求的曲球 為了回報我的保齡球導師 我打算在今天送上一份大禮 我要幹掉了 今天的比賽將會踩2對2團體賽 一男配一女 曲球搭配飛碟球 一人一格合力完成一局 由分數高的那隊獲勝 國手隊台主 紀造行球靈25年 擅長球路 起球 思涵 球靈12年 擅長球路 飛碟球 挑戰者隊 蓋伊 球靈1年 擅長球路 起球 亮亮 球靈10年 擅長球路 飛碟球 比賽正式開始 蓋伊 蓋伊的這份大禮 說實在 我等很久了 我一直期待 蓋伊練好 可以跟我一起出去征戰比賽 蓋伊練多久了啊 他練了一年 一年 對 一年就想打贏我們 別想了吧 其實我也知道今天這個算是一個不太可能的挑戰 但是你知道嗎 這個球 他是圓的 所以我們今天比一局會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 有可能我今天打1-3特別準 或是我打1-2亂倒 對不對 台主 25年球領 我看他 轉速很大 而且 角度很犀利 但是不一定 今天 他狀態不好 有可能 而且大不了我們一人一格嘛 我打不好還有你 今天 把學長一起 學姐 對對對 學姐 還有我的保倫球師傅一起 先攻隊是蓋伊以及亮亮 我跟施涵呢就是我們是後攻了 看著蓋伊他們的表現 再來決定我們要出手多大力來防守 先來看看蓋伊的第一球 1-2 禁點的幸運拳倒 有時候 這是一種新手運嗎 如果現在他的隊友亮亮可以 也來一個拳倒的話 那我們壓力就很大了 1-2 1-2 1-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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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出了很多汗 緊張的一下 所以我已經滿頭大汗了 那施涵你 來打這樣的比賽你會緊張嗎 我非常的緊張 非常的緊張 對 平常也很少打這種配客賽 對 我們配客賽的規則就是一人一個 對 所以其實有一點點考驗的默契 哇蓋伊跟亮亮呢在1-2都沒有失誤 那現在就換我們的表現了 加油 加油 哇 我剛剛覺得你那一球會拳倒 我也覺得會拳倒 我們要來個漂亮的double 對啊 我想說我那一球很荒謬啊 打到1-2 就來個lucky's try lucky's try 哇 不錯 我們一個try一個spade 一個好的開始 現在我感覺 台組看起來壓力是不是有一點 感覺有點緊張喔 他的整個臉都嚴肅了起來 但是 我自己第一球 然後第一球出去 喔 蠻用力的 過頭 有點想要表現 有點用力了 這有感覺 有感覺 不過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 台組的曲球跟我的 其實差蠻多的 他的角度很大 然後轉速很快 就是練很久了 就是不一樣 但是 這種轉速這麼高的曲球 到後面 如果你有一點失誤的話 到後面會轉 反應很大 就很容易 摸到一整個1號 或者是打到1-2 對 我很少看台組漏解 但這一顆會不會漏解 會不會呢 喔穩穩的 穩穩的 喔我學姐了 像你的學姐 思涵 對 像他打12年 你打10年嘛 對 但是以飛碟球來說 你們誰打得比較久 學姐比較久 還是學姐 我大學的時候才轉飛碟 喔 對 那看一下 跟你的動作應該也會不太一樣 嗯 學姐會比較穩定一點 哇 漂亮 延伸的很漂亮 對 那整個手 學姐的球的加速度 比較好 我覺得飛碟就是 你要去掌握那個延伸出去直 那個很重要 對 像曲球我們會有點這樣戴起來 對 對 但延伸感的話 飛碟感也要粉絲 你現在還要戴到搖滅的部分 對 解球應該是 穩穩的 我先跟你說我解球很爛喔 沒關係 我如果沒有踹的話很危險 沒關係 沒關係 好 至少我把這個加分球打起來 OKOK 放心中 當練球 好當練球 對 現在我們所有人呢 都完成了第一格 剛剛有一點小抖了一下 其實被非常的驚險 對對對 其實我剛剛站上去的時候 我也比練習的時候緊張 那目前我們 四個人呢 都打完了第一格 是蓋伊拳導 遙遙領先 對 會不會他領先就只有第一格 哇 這是什麼 我在猜這是 應該是 因為節目是 劍仁蓋伊吧 怎麼會這樣 兩球都拳導啊 對 好簡單 劍伊拳導 連續劍伊拳導 因為我們在打曲球的時候呢 我們的目標是 一三進點 就是從 中間的右邊進點 那蓋伊的兩次都是從 中間的左邊進點 其實都是有點幸運拳導 不過還是拳導 現在亮亮的壓力應該蠻大 對 因為她的對手表現得很好 她的隊友 哇 這這這這 老強啊 現在換我們壓力很大了 太漂亮了吧 太漂亮了 你第一球真的是 我們 老爺爺都站在你這邊 真的 我兩個連續 一二 沒錯 但是你都很漂亮 近一三 沒關係 我們一個一二一個一三 OK的 會打我才是中 附補 排主的 看一下 第三球 這一球 過頭 打到整支一號 留下三支平均 有壓力耶 我們表現得太好 但我覺得國手就是 抗壓性也非常重 對 因為你在打比賽的時候啊 有時候你前面可能 一個失誤 然後對手踹 你壓力就會很大 對所以心理舒服的部分 要加強 要扛得住 對 像這樣 如果平常你很緊張的時候 你上場 你會不會做一些調整 會深呼吸 然後叫自己不要 就冷靜一點 然後深呼吸 然後再上去 先想一下 等一下我站上去要做什麼事情 把基本的做好 就不要去想剛剛失誤的 就是跟自己對話 前面打完就打完 後面的 後面打完 對 比較重要 思涵的飛碟球 水球 出手 也是蠻穩的 漂亮 基本上就是 保齡球要打的高分 解球是不是非常重要 沒錯 因為你解球 你要減到 你下一球才會加分 其實他們兩位 就是球靈打那麼久 基本上解球對他們來說 你只要不要開花 基本上都穩穩 是 是 這個非常準 好球 漂亮 我們現在四個人都完成了兩格 那蓋伊呢 是兩格都是拳導 而且他的隊友 亮亮 也幫助他 達到了一個double 他們現在分數看起來很可怕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穩穩的完成了 好像沒有很穩的感覺 有點緊張 還是很緊張 還在抖啊 對 尤其他們的表現這麼好 我們也得趕緊打出實力 看看蓋伊的第三球 會不會修正到 一三進點 手又舉起來 喔喔喔喔 差一點 唉唷 這球他有稍微調整的 想往中間打 但是還是不夠 好蓋伊留下的 三六 這是個基本功 這要反而把球打直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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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今天我是 soir Father 我的天啊 還今天來表演 對 它的點實在是 超薄型 我們通常在打這兩只球流 會把球打到兩只球流動的中間 如果它打到前面的另外一邊的話 這是有機會會 留下壽品 會不會亮亮也來表演呢 對 這個很難 4號 5號 因為它是球瓶是平行的 基本上要減到的機率是非常非常的小 如果我們有機會看到的話 大家就太幸運了 那我們會留下這種分屏啦 就是進球點太正中間 我們在打保齡球的時候 我們不是瞄正中間 是瞄正中間偏旁邊一點點 神解球 這個就沒有了 這個還是有機會解到 就是反彈後面的擋板一顆星 通常飛碟球打到1號一整顆 是不是比較容易開過啊 對 太中間了 太中間了 可能要看球皮它是怎麼倒的 你能不能拉筆帥 還是說這個還好 我看過有人覺得是劈踩 打到正中間然後往兩邊 那就是運氣嘛 球平關係剛好不錯這樣 然後看一下台主這球會不會調整回來 調整回來 然後前面是壓力比較大一點 這球明顯是漂亮 這球大家如果仔細看回放的話 這球跟前三球就很不一樣 下球前三球有點用力 所以就抖然後下去然後又轉過 那這球感覺樓順比較順 像他們打那麼久的很厲害就是 他們一點問題他們馬上就知道要怎麼去調整 然後下一球看起來就會很不一樣 沒錯 像我自己在練球 我怎麼打我都不知道我問題在哪 我就一直亂練 如果沒有請一個人幫我看的話 我會一直在錯的方向努力 曲球姐7號非常漂亮 漂亮 有沒有 就是像影片我們講 一個大角度的曲球 對 那種大角度的曲球 很帥 四連撥千斤來了 喔 穩穩送出去 一二 一三 漂亮 漂亮漂亮 來勢洶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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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完成了前三格 今天的蓋衣很厲害喔 他原本擔心他自己打得不好 所以找打一個快地賽 可以把自己藏在中間 結果他現在的表現是最好的 喔 能不能摸摸的 喔 卡蛋了 卡蛋了 他的大拇指卡著 這個其實喔 就是緊張 那你現在壓力非常白 因為前面表現得太厚 呃 像你的丘陵有多久 十二年 十二年 看似還很年輕 只有十二年的球 那你在剛練的時候 一兩年的時間 甚至也會避到像蓋衣一樣 浪子 也會 甚至還會掉球 球就往後回了 喔 對 就是 我們的大拇指 就是 出一個合適的力量 浪球不會掉就好 那有時候太用力 又像蓋衣這樣緊張 他會卡住 那有時候放開的時候 就會掉 很難去抓那個感覺 對 所以我們看那些選手們 看起來很順暢 他其實練得很久 喔 蓋衣還是十倍了 蓋衣這球就調整得蠻好的 其實作為教練啊 我是有故意講大聲音 也希望蓋衣可以聽到 趕緊調整過 第四次的出手 喔 打天了 我在想這個跟上一球開花 有一點點關係 由於他可能想調整 對 沒有到調整的程度上 對 因為像我們自己 如果上一球打得開花 都會避免再出現一樣的東西 反而加一球更緊迫 對 因為開花的話 他沒有辦法解到球 那對於分數就會傷害很大 所以我們寧可沒有拳倒 但是也不要排花 其實這種一局的 十倍蠻重要的 對 喔 不錯不錯 哇 我沒想到今天的比賽 會這麼激烈 會拉這麼近耶 對 我本來以為我們會 我會被拉到吊車尾 就想不到今天 幸運值點滿 對 像你剛剛那個第一個開球啊 是 就沒有摸到一號 所以你覺得你 想要調整 但是調的太多 調太多 感受到上一顆開花的影響 對 來看一下 開除這一顆 這一手的加分格 出手 出手非常順 漂亮 他這個 你看他非常滿意 非常滿意 看來是打到他要的正點的位置 沒錯 我們坐這邊看 會覺得好像有一點點厚 是 我去問一下 我去問一下剛剛那是正點嗎 還是厚一點 好 欸台主 剛剛那個是正點還是厚了一點 正點 難怪他那麼的滿意 滿意 有調整起來 但我們今天只打一局 是 還好還好 但是我學姐 正點 哇 他也覺得打到一個他要的位置 是 他有時候 就像我講 差一點點 球瓶可能亂飛 他就沒有摸到 對 他有可能到 碰到一三的時候 他可能退太多 一號瓶吃的比較薄 他就有可能 會流瓶子 這樣 像我們需求是這樣 從一三撞進去 是 像飛碟的話 你們的球 是不是在球尾的時候 也會往右或往左 對 看你是打馬庫的 還是連性的 耶 我要打 我的最後一 但我前面都有點 太幸運 打到一號 我希望這一球 能調整到 一三撞 看看蓋伊他們能不能 在最後來一個完美的收關 這球很順耶 進點還是厚了一點點 像我剛剛在打的時候 也是邊打邊引站 所以我剛剛是有調整的站點之後 才找到全倒點 像蓋伊現在的進點 他的路線應該都要往左邊站 就我們在保齡球道的油繩上面 他其實是有隱形的油 所以他打起來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我們要去找這個油圖 他的路在哪裡 那現在這一支是基本功 三號瓶 就是要用不要太大的弧度 來把這支球瓶給結起來 有一點像直球 對 他很緊張 可以啊可以啊 我們一般的取球手 如果在打右邊的 就會盡量把弧度打小 甚至打十號瓶 你就必須打直球 不然的話就會有個死角 打不到 球會突然轉換 對 會在球員前面轉換 這個非常漂亮 蓋伊這個解球 有解到一整支的三號瓶 就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都會要求自己盡量解準 不要只是解到 因為如果這個正解解得到的話 那種開小花我們才打得到 亮亮的第十格 有一點點的危險 對 所以我們正在講說 全島開花一線尖 對 看起來有點像開花 看起來也有點像全島 好球 哇 哇 哇想不到 蓋伊跟亮亮的搭配 成績還滿不錯的 現在還沒有打加分 是181分 蓋伊打9隻以上的話 就突破了190分 蓋伊現在想要挑戰 一三進點 也就是我們需求的標準點 標準點 在一號瓶偏右的地方來進點 是最有機會全島的 他能不能完成呢 對 有箱喔 在球屏前面轉彎了 他這球其實有一點點放太輕了 所以球踢到轉彎 那打出的是90球屏 分數是190分 相當不錯 對 190分 現在目前來到台主跟施涵的最後兩格 沒錯 第九第十格 我們現在有確定哪一隊是已經會勝出 還沒 我們剛剛完成分數是190分 那他們的話 最高接到底的話是220分左右 這麼高啊 但是 踩不到最後一球都很難說 你只要有一球的閃失 就可能改變最後的戰局 畢竟球是原來 台主出手了 我這一球 拉得很用力 角度 遇上正點 太神了 哇 哇 漂亮 哇 我話才剛講完 我想說 球是圓的 會不會開一個花 結果它是漂亮的 13近年的拳道 其實我看到這麼漂亮的球 也是會很 很奇怪 會替對手開心 對 那種感覺 對 很漂亮 沒錯 我現在來看一下 師涵 學姐 能不能 切下去 沒錯 這球 漂亮的出手 奇怪我們不是對手嗎 怎麼在幫他加油 這就是 保齡球啊 這就是 國手的 抗壓戲 真的沒有懸念耶 剛剛那兩球真的很漂亮 超漂亮 那就看這一球 你看台主的手勢 他要調皮了 他要打 莫非這個是 雙手區嗎 哇 哇 他們刪車了耶 什麼球路都難不倒他耶 你知道嗎 私底下我看他 他也會打飛碟球 也會打曲球 然後 直球非常準 然後又會打雙手 他會很多種球路 對 他是一個真正 熱愛保齡球的人 對 非常的有趣 跟他打球很開心 很開心 可以看到他打很多不同類型的球 不同的球路 那我們看 我們學姐 這一球 第四球 能不能繼續全倒 哇正點 哇正點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哇 我要去把那個挑戰書 拿回來 吞掉 哇 欸 很強耶 學姐還是學姐 不非 不非是保齡球大師 哇 那今天這一場 師徒 跟這個 學姐 學妹之戰呢 最後是由台主跟思涵這一隊呢 以 222分 拿下 那我們 對上我們 190分 欸 其實像今天我看啊 我在看 就是兩位的 內容 我發現 思涵有好幾球 他都有打到 他要的位置 但是都會 留下一隻殘米 一隻殘米 這樣子 但最後兩球 都打出來 你有做什麼調整嗎 打得比較只 讓他球尾 讓他跑出來一點 球平關鍵就不一樣 像我看台主打球 我發現 他後半段的球 就很漂亮 如果大家有認真看他前 第一球第二球 應該是 你是緊張嗎 其實是 我們剛剛練球 是打其他球道 然後我剛剛練的那個路線 在我們的拍攝這道 他其實是不一樣 所以我有去移路線 就是我前面打的球尾 我覺得不太一樣 那我就是往左邊站 去找到比較好的進球點 像我就是 沒有調整 我就是用我以前 打會到第三的點 那今天不知道為什麼 就一直打到一二 就一直打過嗎 就 其實我在後面看的時候 就覺得 蓋翼的進步 是非常的明顯 就是球尾 其實已經轉得很漂亮 但就差別在經驗級 就是你的球到後面 你的人應該是要 往左邊站一些 然後讓那個球 就可以順著油層 抓進去 但是你有點想要 用你的力量去克制他 那反而跑起來 就會一直往中間去 其實像我們在打球球的時候 是會去找路線的 就是 如果你找對路線的話 你就可以用 舒服的力量去打到 真的蠻深奧的 好那今天的比賽呢 就到這邊 但是其實今天是一個 很重要的日子 就是保齡球 已經睽違很久 沒有電視轉播了 那在今天 蓋翼上片的日子呢 是我們剛剛比完了 全台灣選拔 最強的選手 然後完成了電視轉播賽 那在我的頻道 可以看到我們台灣 最好的選手 最強的表現 而且獲得最高獎金 有十萬塊唷 所以如果你們 努力練保齡球的話 有機會在一場比賽內 就贏得十萬塊的獎金 也歡迎大家 多多練球啦 而且這一場比賽的選手 有多強 大家知道嗎 我們這次的比賽啊 是台灣北中南時間球館 零選出各館最強的 飛碟球以及曲球好手 然後匯聚一堂 來進行一場激戰 那裡面的成員呢 包括我們曾經的 亞運金牌 世界盃銀牌 有很多的國手參戰 不過高手在民間 最終贏得十萬的會是誰嗎 會是誰 我也不知道 球是圓的 比賽當天會出現什麼結果 對 通過一選賽之後 一局制的比賽 說不定下一次 蓋翼也可以贏過我們 甚至是贏過更強的國手們 好那今天呢 就非常感謝 滾滾足弓的 技造行 台足 思涵 還有亮亮 那今天的影片 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先生剛才 我們下次見 掰掰 disci 致電 發動 音樂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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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